锁定台式五件新闻 尼泊尔政府29号举办登顶圣母峰70周年庆祝活动 除了纪念1953年首次登顶的纽西兰登山家 还有雪霸人向导之外 也表扬创纪录的登山家 圣母峰成为尼泊尔的观光圣地 吸引了许多登山家请来挑战 但全球暖化家具登山的危险性大增 加上登山人数众多 曾经发生过登顶塞车导致死亡的悲剧 登山家也呼吁政府加强规范 保护环境和登山酒的安全 1953年5月29号 纽西兰登山家希拉瑞跟雪霸人向导丹曾诺盖 登上圣母峰 成为人类史上登顶第一人 尼泊尔政府在29号圣母峰日这一天 盛大举办70周年庆祝活动 游行队伍上街敲锣打鼓 还展示两位登顶英雄的雕像 相当热闹 除了缅怀当年的登顶英雄 政府也表扬多位在圣母峰创下记录的登山家 包含最近刚完成第28次登顶的雪霸人瑞塔 以及全球第一位登顶的双腿截肢登山家马加尔 圣母峰白雪矮矮的美景 吸引许多登山家前来挑战 成为尼泊尔的观光圣地 不过开心庆祝之余 也有登山家担心圣母峰的未来 全球暖化加剧 冰川跟鸡血融化 加上不可预测的天气状况 攀登圣母峰危险大幅增加 挑战圣母峰人数快速增加 2019年曾因为登顶塞车 造成多人死亡悲剧 登山家呼吁尼泊尔政府除了重视环境 也要制定规范 保障所有登山者的安全 张永腾编译